我希望今年是一些沒拿過的人拿 其實我這四年多來都是拍電影多一點 多過拍劇 遺憾地我暫時在電影方面 都沒有一部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今次這部是叫終極編 即是最後一部風暴系列的電影 我的程德明我做的角色都是L風暴 P風暴 現在去到G風暴 都是同一個角色 加了新元素就是Bosco 突然我知道我有個弟弟 都是公務員 當然是貪污 我就要調查他 程德明是一個不是黑就白的人 他沒有中間位 今次是給了中間位 有灰色地帶 其實我這四年多來都是拍電影多一點 多過拍劇 遺憾地我暫時在電影方面 都沒有一部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譬如我電視 別人都會記得現在有多個胡蘇醫生 或者之前是八爺 羅帕 我也希望在電影上 有個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視低我說了 我希望今年是一些沒拿過的人拿 電影太長遠了 我連一個有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都未做到 你何談景帝呢 類似一些自傳式的人物 有年輕到老的 我覺得挺挑戰的 因為你要做得像 你要做得像本人 你要做很多研究 這件事我未試過 有批評才有進步 我不介意批評 你錯一次就行 同樣的東西 你錯兩次就該死了 所以你罵我只要是罵一次 我不會給你機會罵我 從樣的東西到第二次 錯誤是一種學習 因為你入腦 你會記得那種羞恥 所以你不會再給別人罵你 我當然家庭放在第一位 我覺得胡蘇醫生的 這個造就我 是因為小朋友 可能觀眾沒見過我跟小朋友相處的一面 這幾年我有了自己小朋友之後 我是學會了怎樣跟小朋友相處多些 第一你要好耐心 小朋友是不受控的 耐性我自問我 是生了兩個兒子出來才開始有 即是開始訓練 耐性 我現在大兒子有時候會發脾氣 女兒子 你一路哄她是沒用的 我現在發覺最好的方法是跟她一起女兒子 她喊跟她一起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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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反而是 然後看一看你 你在做甚麼 爸爸 所以你是不停在學習當中 怎樣做父母 我覺得你擺一個款式出來 我是爸爸 我是爸爸 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是 朋友的方式是最好的 她有事她都會跟你說 否則有甚麼事都不會跟你說 我寧願知道 我會幫你解決 知道好過不知道 小朋友是很現實的 誰照顧她是她身邊的 我去年因為怕人醫 就有四個月成日 總之我出去她還沒起床 或者我回來她睡了 整天都見不到 她就疏離很多 她就不像我 但之前我是天天帶的 我帶的 我帶她去公園玩 我帶她去哪裡 我就很傷心 我要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慢慢陪她 又親回來 所以你是要付出的 你要經營的 跟她們的關係 即入辭硬 慢慢儲回來 相處好同住難 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個世界 無論你覺得對方是多完美都好 沒有人是完美的 因為對方有這麼多優點 你不想 你只是想著別人的缺點 那是否你不對 互相包容就是這樣的道理 你要包容對方的缺點 你愛一個人要愛全部